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施工 5月赖清德就任台湾总统以来 中共在台湾 菲律宾和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增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今年台湾军方记录共军侵入防空识别区的次数达到了创纪录的2076次 中共利用海警船与菲律宾在南海不断发生激烈冲突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巡视船多艘被撞坏 在一个月内 中共两次侵入日本的领空和领海 9月18号 辽宁号航母还首次进入了日本的皮链区 这些日益增长的军事挑衅行动让东亚国家非常担忧 美国作为日本 菲律宾和台湾的主要盟国也负有共同安全保障的职责 面对与中共可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也不断加快准备工作 持续31个月的俄乌战争 武器弹药的消耗量极其惊人 西方武器产能的提升比较缓慢 严重制约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 如何大量快速生产精确制导武器 未来或许会成为胜败的关键 面临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 美军也在考虑应对方法 一方面要持续保持军事科技方面的优势 另一方面则是要研发低成本精准武器 可以快速生产大量装备 以保持对中共的军事优势 今天我就聊聊美军低成本导弹的话题 美国空军和美国国防部下属的 国防创业小组在今年6月 选定了4家企业参与开发 进取测试载具ETV计划 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开发一款成本低廉 可以大规模部署的中远程空射型巡洋导弹 目前美军装备有JSM-12增程型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 侧重对海攻击的LRASM远程反舰导弹 以及将列装的兼具对陆打击和反舰作战能力的JSM联合打击导弹 这三种空射型巡洋导弹虽然性能优异 但制造和使用成本高昂 采购单价在100万到400万美元之间 美军希望以低廉的价格实现巡洋导弹的大量采购和装备 因此进取测试载具项目为新型弹药设定的最大射程为926公里 不需要超音速飞行采购单价低于15万美元 美军计划在今年底前对参与设计的四家企业提出的概念进行测试 并选定至少一家作为原型设计开展后续研发 这四家企业分别是安杜利尔工业公司 系统集成公司 埃多斯动力公司和第五区技术公司 进取测试载具的设计要求尽可能使用现有商用组件 另外还要求设计不要过于复杂 可以尽快实现高速量产 媒体报道说 进取测试载具项目将会成为五角大楼雄心勃勃的复制器计划的一部分 这次入围的四家企业都是近年来活跃在军工市场上的新兴初创公司 其中安杜利尔工业公司成立于2017年 专注于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房屋领域 在福布斯人工智能公司榜单上位于房屋类企业第二名 莱多斯动力公司是一家房屋初创企业 以航空航天高超音速技术为主营业务 2020年被莱多斯公司收购 最近十多年来美军注重扶植和培育房屋领域小型初创公司 意图发挥他们在成本控制、技术创新、商业运作等方面的优势 与老牌军工企业形成产业竞争态势 以此来推动军工产业的升级和装备技术发展 近年来劳动力不足、供应链脆弱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加剧了军工企业的产能平静 也让武器的价格不断攀升 与老牌大型国防企业相比 小型初创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具有优势 如果赋予大量订单将会成为美军的重要助力 这种做法在NASA已经获得成功 在昂贵的航天飞机退役之后 NASA提出了商业载人航天计划 扶植了SpaceS公司 现在SpaceS已经成为私营航天领域的大格大 对美国的太空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二战期间 美国也涌现出众多军工企业 有些开始是很小的企业 但得益于巨量的订单 这些公司都快速成长起来 虽然开始因为缺乏经验 设计出来的产品有缺陷 但战争急需武器 于是只能在生产中不断完善 也出现了不少好产品 等战结束之后 西方各国军费开支大减 军工企业没有活干了 纷纷合并裁员 供应链也急剧萎缩 最后只剩下几个大型企业 俄战争爆发之后 西方各国都纷纷增加军费开支 战争长期化也耗尽了各国的库存 导致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的需求急剧增加 重新给了西方军工企业的机会 经过这两年的努力 西方国家的武器产能在稳步增长 但这种增长的速度仍然达不到美军的要求 这就给了大量小型企业参与的机会 9月12号 安多利尔公司公开了新型低成本巡洋导弹 缩鱼系列的模型 缩鱼系列导弹采用模块化设计 具备低成本便捷操作 可以规模生产等特点 将主要用于对地对海等精确打击任务 能够执行直接攻击 远距攻击和防区内攻击任务 缩鱼系列导弹包括三个型号 缩鱼100、250和500 其中每个型号分别兼容不同的有效载荷和使用机制 以支持广泛的作战任务 缩鱼被称为可消耗自动空中载具 为了节省成本 缩鱼系列大量采用现有的商用技术和零组件开发 并使用模块化设计 背部有折叠大展线笔弹翼 尾部则是四片空气垛 以增加打击距离 动力系统使用一台小型涡扇发动机 可以亚音速飞行 在三种子型号中最小的100型弹头重16公斤 能从陆机载具、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或无人机上发射 陆机射程约110公里 空射射程约157公里 250型的弹头重量与100型相同 但射程有所提高 陆机射程达到277公里 空射射程增加到370公里 250型可以放进各型F35战机的内部弹舱 F15E、F16、FA18EF以及轰炸机 当然也可以大量挂载 安杜利尔表示 250型未来将可以从现役的M270和海马斯等多管火箭系统 以及水面舰艇平台上发射 最大的500型弹头重量增加到45公斤 制空时间超过两小时 射程可以达到926公里 目前只有空射版本 除了战斗机之外 未来有望可由空军开发中的速龙系统从运输机上发射 缩鱼导弹具备高度机动性 可以承受高达5G的重力过载 而且它还具有自主能力 能够与其他缩鱼或飞机并肩飞行协同作战 这意味着 未来战场上可能出现众多缩鱼 同时执行不同任务的场景 例如侦察目标 充当诱饵 提供反制措施或执行打击任务 大幅提升了作战效率和作战弹性 目前安杜利尔公司正在与美国空军合作 进行缩鱼导弹的测试和评估 缩鱼系列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软件能力 软件使缩鱼能够执行自主和协同作战 作为一个软件定义平台 缩鱼的性能和行为可以快速更新 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任务要求 而现有的巡航导弹需要更长的更新时间 为了提高产能并压低成本 安杜利尔公司为缩鱼导弹制定了超大规模生产策略 基于简化的设计 使用更少的零件商用组件 并且只需要不到10种工具就可以组装 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可以降低成本 还能够根据需要灵活调整产能 安杜利尔宣称与现有系统相比 所有与导弹的超大规模生产方式 可以减少50%的生产时间 95%的工具和50%的零组件 制造复杂性的降低 使得单位成本比传统导弹低约30% 另外缩鱼的设计整合了 分布在六个通用子系统中的商用组件 允许更广范围的工人参与组装 包括汽车和消费电子行业的工人 而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的国防制造人员 这样可以增强供应链的弹性 减少对国防供应链的依赖 此外还可以在必要时 更快的组装和建立新的生产线 以满足短期激增的需求 未来与中共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中 长城对地导弹将会和俄乌战争中的 15炮弹一样需求庞大 因此像缩鱼系列这样的低成本高产量的导弹 将会是美军打赢下一场大战的关键武器之一 除了安多利尔公司 其他三家公司的巡航导弹具体细节仍然有限 第五区技术公司的方案 外观与洛马公司的AGM-158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JASM 相当类似 感觉就像是缩小版的JASM 第五区技术公司此前曾经参与过 速龙托盘式空头导弹发射系统的开发 不过这个项目最终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 莱多斯动力公司的方案看上去很像他们此前开发的 以运输机投掷用于特种作战的GBO69B 微型滑翔制导弹药 只不过格栅伪舵被换成了常规伪舵 除了国防创业小组的进取测试载具计划 美国空军还在招标一种专为乌克兰设计的 增程攻击弹药ERAM 在招标文件中 空军明确表明这款武器是为了提供乌克兰一项 可以快速取得的精确打击弹药 并希望从现有无人飞行载具架构中进行开发 以降低成本和研发时间 ERAM是一款空射型导弹 射程将达400公里 弹体重量等级500磅 大约227公斤 可以为乌克兰空军提供一种射程大于JDAM 但造价比风暴阴影等巡航导弹便宜的精确打击武器 ERAM也是美军试图用现有技术研发采购流程 在最短时间内取得一款低成本武器的尝试 如果能够成功开发 除了能在短时间内增强乌克兰抵抗俄军的能力 也能够让美军快速取得一款在西太平洋 对抗中共的武器 另外美国空军一直在测试一种 被称为快速击沉QuickSync的反舰制导炸弹 它利用目前的2000磅GBO-31炸弹 改造了制导组件可以瞄准军舰水线以下 在水下爆炸后产生与鱼雷爆炸类似的毁伤效果 在2022年5月的一次测试中 F15E投放的快速击沉炸弹将目标件炸成两半 打击的目标是一艘旧货船 今年7月在墨西哥湾的测试中 比尔隐身轰炸机投放了一枚快速击沉炸弹 并顺利命中目标 快速击沉的制导组件除了GPS辅助的惯性导航系统 应该还使用了新的寻标器 很可能是多摩导引头 能够搜寻并锁定海上移动目标 这档母炸弹在美军已经有几十万颗的库存 只要更换制导组件 就能变身威力巨大的反舰武器 这将让美军可以快速具备庞大的反舰能量 应对此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大家来留言讨论 请继续关注马克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